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甚至不耐烦 但神总是耐心地按照他美好的旨意来引导我们 当我们走过来回头一看 才发现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有一次我带队到西非克迈隆去探访教会 在出发前 我们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非常不满意 我们在第一天要坐业机飞到纽约 然后第二天整天待在纽约 到了晚上再坐业机去非洲 大家都觉得根本是浪费时间 所以心中充满埋怨 没想到一飞到纽约 我们其中一位弟兄就身体不舒服 上吐下泻 连站都站不稳 我们得立刻把他送去医院急诊 后来再把他送到一位当地的弟兄家里休息 体力才恢复过来 刚好可以赶上晚上的业机 一路顺利地到达克迈隆 完成我们的任务 当我们回想这整个过程 我们心中真的充满感恩 本来我们还因为这样的行程而埋怨 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为了让这位弟兄在中间 有时间来看医生 神的作为真是何等奇妙 不是吗 亲爱的朋友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 是在神的手中吗 虽然有时候我们走在其中 并不明白为什么 但只要你来信靠神 你就能够经历神奇妙的带领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